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她是从美国回来的 她叫林大卫 牧师 她也是博士 她介绍的时候 她是建国中学高材生 然后进到台北台湾大学 也都是非常有名的学校 接着她又到了北京大学读书 她得了两个博士学位 也是硕士学位是两个 这个硕士加上博士 不知道几个博士了 但是知道她非常有恩赐 非常有恩高 所以今天她也是美国文修基金会的常办人 我想要介绍很多 我想让她不如让她自我介绍好不好 林牧师平安 平安 平安 看你那么年轻 就好几个博士 不敢 几个硕士 上帝特别给你的恩赐 你很聪明 谢谢 也很会读书 谢谢 我想稍微介绍一下 好的 你的 就是最近 就是你的 第一个是介绍你自己 好的 然后再介绍你的工作 好吧 好的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好 特别是很感恩 恩牧师是我常年 我们在台湾常常有配搭 很多年了 很感恩 在Cross TV刚开始的时候 能够有一起来配搭 然后跟电视台的弟兄姊妹 有这样的见面 非常非常喜乐 求主能够大大的来祝福这个电视台 首先呢 简单的讲一下自己的一些生命的经历 其实我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家庭长大 但是我们的 从我这个外公外婆开始 中文就信主 然后父母亲 然后我们这一代 我们的下一代 所以很感恩 祝我很联名我们这个家 简单的说起来 我这个生命的故事 太多阶段了 第一个阶段是我自己都还不清楚的时候 是还没出生 我的母亲就把我奉献了 然后后来 我大概十三四岁的时候 他们去聚会 聚会我来那以后 我找不到 我在地上玩 我妈妈很远很远 找不到这个孩子 然后她就跟主说 主啊 如果这个孩子找到 我要再一次把他献给你 但是如果找不到 我就以后不信你了 跟神谈条件 但是谈得很有意思 他一路的哭的过来 找到我 他找到我的时候 看到我竟然都没哭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那个印象还很深 那你跑到哪里去了 其实我什么地方都没跑 就在公车旁边 他们忘掉把我带上车 蛮可爱的 这是一个开始 然后但是神就很怜悯 也很祝福 就是因为这样子 我母亲虽然很辛苦 但是他们就有一个想法 无论如何再忙再累 主日聚会的时间 一定要把孩子分别为圣归给神 这个恰恰是 把我们这些孩子 跟这个普通的孩子 一个最大的分别的开始 是 所以你那个小的时候 就常常去周日 是 一定是要去 这个是我们最喜乐的时候 没去 我们会很难过 不是勉强的 完全不 我们是周中 我们是一大早 家里面的孩子 大概五六点都得起床 然后都要帮忙家里面降屋 但是只有星期日 可以轻松一点 所以我们最喜欢的是星期日 因为释放了 释放 然后那个去 我自己也不一样 因为我从小 我的爸爸妈妈 因为我是 算是第二代的基督徒 因为妈妈第一代 被打的半死 因为我们过去原住民 拜的是三神 太阳 所以呢 我的爷爷是个酋长 所以他是带头拜三神 带头的 对 所以我妈妈信了主以后 说很大的逼迫 被打 打的半死 但是呢 妈妈从来不回嘴 那我的爷爷 觉得看他 不一样 以前是被打的时候 就跑掉了 他没有 他而且乖乖的 把家里事情做得很好 然后 我爷爷有一天就说 你信的耶稣在哪里 你带我去 是妈妈 很好的经历跟见证 感谢主 所以哎呀 因为那时候是酋长嘛 所以呢 我妈妈就带他 带到那个船到那里 我爷爷信主了 哇 他就把 赞美 因为我爷爷的土地很多 还有很多牛 所以他就把一块地 监讯给教会 盖礼拜堂 哈利路亚 后来 可是呢 我们小的时候 就受非常严格的训练 是 早上四点 我就必须起来 跟妈妈去做礼拜 早上四点就开始 对 我想到你说 每一个礼拜 或者是每一天早上 是是是 我是每一天早上 四点钟就要去做 可是我真的是 虽然很心不甘情 因为那个时候很小嘛 大概五岁六岁 还是四岁 我搞不清楚 反正 妈妈就一手 就把我拉起来 走了 我去哪里 教会 然后我的眼睛 还根本还没打开 就戳眼睛的 到离开家里 到教堂 但是我觉得 影响我到今天 非常大 好 非常大 我相信你牧师 也是这样 我也是 对 那我觉得你真正的 重生是什么时候 你觉得 哦 这个讲起来 因为我1978年 是我休息的 这个时间 但那时候说实在 是因为啊 看到教会的 弟兄姊妹啊 他们每一次 播饼聚会 他们都可以播饼 我都不能 为什么因为 你受洗 小时候嘛 对 那我就问他 要有什么条件呢 有什么资格呢 那他们跟我讲 要受洗啊 那我就 我也要啊 那我说 很早就受洗 然后我一直到 我在 呃 你说重生啊 这个很主观的经历啊 那我大概到了 我都开始服事了 呃 1994年那一年 那我重新的啊 走一条深的路 呃 那一次的话 我跟主说 我必须要重新开始 嗯 过去的不再说啊 啊 现在呢 啊 那是在 基督在我里面重新生 像网络说的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 活着 哇 是1994年 94年以后 那1978年就是 比较清楚 比较清楚 以前都不清楚 呃 以前不算是 完全不清楚 不过 也要奉献的 那个 那种奉献的心 啊 还没有到那个水平 实际上 呃 一直一路上 都有主的带领 那 呃 我常常在 呃 不同的国家教书的时候 我跟那边的孩子们讲 我知道那边 很多乡下 他们的环境 并不是那么好 我常常用我自己的 这个见证 然后鼓励他们 我说 我从小 我的环境是怎么样 然后神怎么带领 那 因为我分别为圣 我常常跟 弟兄姊妹讲 特别是 他们要带领 他们的下一代的时候 我常常跟他们讲 要勇于不同 勇于与世人不同 勇于跟世界上的人 要有所分别 所以我们从小到大 我们不敢说出一句脏话 我们觉得那个脏话 好像不应该是 几乎土口里 说出来的东西 就是就 从小就要被分别 然后小时候 只不有一点点的分别 但是慢慢慢慢 时间长了以后 这个就会变成一个 非常大的分别 我觉得 我们到现在 不知道怎么骂人 因为人家骂那些脏话的时候 讲不出口 对啊 我们是讲不出口 而且人家已经做得很恶劣了 都不晓得怎么骂 就是你怎么会这样 这样 可是那个三字经都骂不出来 不敢 不敢玷污 对 我知道你这种感觉 尤其我们第二代 都会也有这种现象 而且过去我的母亲 要求我也非常的严格 以前衣服 因为很穷 不是在像 大概五十年前 就都是穷得不得了 你知道以前 中美合作的面粉 有没有 还当做裤子 对 以前都是 我看到我们村庄的人 把那个面粉带着 连在一起 就中美合作 都在屁股后面 那这是 虽然是很好笑的事 但这是事实 那时候就是 因为信了主 所以就有救济品 对不对 救济的面粉 我记得 我以前 过期的牛奶 一块一块的 已经变成一块一块 我就拿起来 拉了好几次肚子 但是以后长大了 喝牛奶 没有问题 没有感觉 所以我到纽西兰的时候 他们说 你喝牛奶怎么不拉肚子 我就想一想 我说 原来是以前喝过去的牛奶 已经有训练了 已经有这个抗体 抗体了 但是这只是 真的我们 就是很感恩 就是说 我们信耶稣 真的是 很有福气 没错 真的 我们还可以服侍他 我想李牧师 你呢 我觉得你是很有才华的 不敢 那你刚刚讲 你全世界都有学生 那你是 我记得你也在教圣经 对吧 教圣经很多年 那你现在是一个美国 在洛杉矶 就是韩国最大的一个教会的 只有你是当牧师 对不对 不是不是 是好几年前 对 只有一位华人牧师 在这个韩国的教会 你们那教会有多少人 大概四千多人 四千多人 不过那个故事 有点特别 因为是2013年的时候 当时我已经教书 教了很多年了 我是94年算是 真正的重生 经历生 那么后来服侍了 大概七八年 就是两千年 我为什么那时候 那么快去服侍 当然有几个原因 一个是我母亲 很早就把我奉献给胜 但另外一个 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 就是我的师母 我太太 她非常支持我奉献主 其实她的 我们的婚姻 有一个条件 这个条件是她说的 她说除非你奉献给主 你全时间服侍 不然不嫁你 哇 她什么都不要 她只要我奉献给主 所以我看我这一生 只能走这条路 不过你那时候 我记得你 在台大 对 你设立了什么 我是台大 大一的时候 我代表学校 去日本韩国 这个是比较少 那时候 是国际经商会 带我们 就是我们是代表 台大的这个团体去的 去参访过 当时的 Kobe Tokyo 欧萨加加 Dondon 最重要的学校和大学 那这个东京大学 很多都是我们好朋友 那也去过 在大学的时候很难 也去过我们当时在汉城 韩国汉城的 南韩的汉城 还是我们的这个邦交国 当时 最后一位大使 还是周深大 上讲 那的公使是我们领队的 好像叔叔还舅舅 反正就是非常close 那那一次回来以后 我就成立了台大证券研究社 所以你是第一个成立台大证券 其实有几个好朋友 那我们就一起共同创办 但是我是创办人 后来你自己也做这个 叫什么 清隆的操作手 那是在大学的时候 你是在大学的时候 大学的时候就已经是 为什么我讲这个事情 就是你太太要你做宣誓 你要放下这些不容易 对不对 麻烦你讲一讲 你那个操作金融 我想观众朋友也知道 稍微知道一下好不好 我故事很多 是啊当然 一个小时不够了 不太够了 但简单的讲 因为如果了解这个领域的人 因为我是台大农业经济系 毕业 然后后来我考上了 北京大学的政治经济研究所 那北大的政治经济研究所呢 它很特别 在我之前只有一位 叫做林毅夫 林毅夫 现在不是世界银行的 对对对 世界银行的 但我去的时候并不认识 没有人体 一直到我到美国 大概七八年以后 突然听到他成为 整个中国政府 前三位这个经济学家的 这个其中一位 非常重要的一位 后来才比较了解 那我自己的北大 其实照理说 我不应该被称为北大学生 但是是北大校长 到美国的时候 经过校友找到我 他说你还是我们北大的 我说我没有读完 他说没有关系 你的这个什么资料都在北大 所以他还是把我当北大学生 我这个经济学上面 因为启发的比较早一点 毕竟我们那时候 看过日本的这个先进 看过韩国的落后 那其中的话 大概都相隔十几年 也就是说当时 一九八几年的时候 韩国是比台湾落后十几年的 但是日本很明显 超越了十几年 可能十几年 二十年都有可能 当时的这个 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的 那个天皇还活着 所以那个愚人天皇还在的时候 所以我那时候有很多的感慨 我后来发现 地球真的不是平的 所以全世界都不一样 所以我第一个感觉 中国大陆可能 应该先走韩国的路 再经过台湾的路 再到日本 然后再到欧美 我当时是这样想 但是经过这二三十年 然后到全世界 大概五十几个国家 然后去访问 去教学 巡回以后 我现在慢慢看到的东西 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 那你刚才刚好提到 那个是金融这方面 我再简单提一下 那因为一般在这方面 我们都很靠数据 数据要很清晰 我大概在大学毕业的时候 当时我的那个 我们常用胜率来说 胜率的话 大概是百分之七十九点多 就是百分之七十九点多 都会省的 然后有二十几的话 大概是有副职 然后大概整个的情况相当不错 那么到了后来 陆陆续续有曾经帮助过一些人 然后也有很多的时候 都有百分之九几 最近一个月 大概三个月的时间 因为我们有一个新的 新的这个政策 还有新的一个规划 为了神国度的一些施工 我们做了一百天的一个实验 这一百天的实验 我们有非常好的成绩 那神从头到尾 与我们要同行 然后帮助我们 那个是完全百分之百的胜率 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故事 刚刚我要提的是 你自己是一个操作手 对不对 我以前是 那段时间 对 我现在也是 现在也是 很清楚 好 很清楚 所以你的数据也非常的清楚 就是这个数学 所以 那后来为什么 就是为了结婚吗 还是为了结婚就放下吗 放下一切 为了爱我的妻子 是 放下一切 后来你真的做全职 对 我服侍了二十多年 我大概 我有四个孩子 那老大都结婚了 那都是 后面的三个都在 我服侍神的时候生 所以你看 那有上帝的祝福 你看 我想你到处跑嘛 那个时候 后面的 有大概十年的时间 都在尿布奶瓶的当中过 是 那个过了以后 像现在的话 师母就觉得 孩子都大了 你赶快出去 好好服侍 感谢主 是 我想这个事很不容易 感谢主 所以现在你 你能不能讲一下 你在洛杉矶的一些工作 跟侍奉 是 我是2003年开始在 那个正道神学院 那在之前的话 曾经在水流知识站 服侍过大概十年的时间 那基本上 在服侍的过程中 我服侍了三大段落 那么一段 就是以教会的心事 然后做地方教会的 这个全世界的工人 服侍主 就像一个牧者一样 但有另外一段 很特别 是在基督徒 国际的 这种福音的机构里面 那我负责的话 是他们 就是有几件 比较重要的事 特别是网络的工作 是 Internet 在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开始进入了 是 我曾经 就是 这雅虎 刚刚开始有 雅虎网站的时候 还有这个 简体版的 这个网页 都不到二十几个时候 我们已经是 雅虎最大的 这个非营�的机构的客户了 所以我们那时候 就已经有 十几二十万人的 这个点阅率 非常早期 那后面的 一大段 那就是 服事是到了 二零零 二零一三年之后 那一年我是 已经教学了 大概六 六七年 那那一年 神是 让我带领一些 法国的学生 到了以色列 那么到了以色列的时候 最后一天 刚好是 零一三年的 这个最后一个晚上 十二月三十一号 我就带他们 在耶路撒冷 然后向着 耶路撒冷神 想跪下来 把自己 全然的奉献给神 结果那个晚上 也是一个 极大的一个变化 那个晚上 神 在他们跪下来的时候 突然有一个声音 就 向我说 他说 You ask them to consecrate themselves to me How about yourself 你 叫他们奉献给我 你自己呢 我说 主我不是服侍了 过来二十年吗 怎么会 你是不是 讲错人啊 No that's you 就是说我 后来我们这个服侍 主人久的 第一个反应就是 要赶快进行 要赶快祷告 我就马上 安静下来 我说主 是不是什么地方 我得罪你 是不是什么地方 我不了解 你的心意是什么 求你告诉我 然后 祷告很久以后 突然声音就出来了 他说 Whatever you have done is whatever you can do you desire to do But now I want you to do 他说你所做的 都是你想做 你能做的 但不是我要你做的事 哇 这个事情就 这个事情就大了 做自己的事 不是做神的事 就是 我所做的 都是我想做 我能做的而已 跟主的事 一点关系没有 那我这个做了20年 都是白做 后来那一天晚上 真的哭 学生也不知道 发生什么事 我就是在那边 主啊 我要你 我不知道 你到底要怎么样 带领我 但是我今天晚上 我不放你走 你这样向我说话 我就请你 要讲明白 说清楚 讲明白 那天晚上就跪着 到了最后 大概应该是凌晨 2014年年凌晨吧 1月1号的这个一点吧 突然之间 一个事情很清楚 也很透亮 但是不太懂什么意思 他说 从现在开始 什么都不要做 就是专注在一件事 Focus on the oneness of the kingdom of God oneness of the churches of God propagate such a mission and vision to the world 他说 从现在开始 要专注在神国 和神国众教会 合一的侍奉 和异象的托出上 这个 这怎么做 神的国度 合一的侍 神的众教会 合一的侍奉的异象 这个 这种事情怎么开展 我就一直 觉得很纳闷 我说 主 难道我以前 服侍神局院 不是 不是 服侍神的国吗 我说 我以前在教会里面 服侍 难道不是 服侍神的国度吗 我就一路上飞回去 经过地中海 经过大西 经过了整个北美 然后到了洛杉矶 一直还搞不懂 但那时候 我是服侍在 白人的 就外国人的教会里面 那一段时间 天天就在问主 主你到底要我干什么 然后后来 很奇妙 主 就是说我不跟你再多说 你就是做这件事 后来在一次 祷告的聚会里面 我突然开通了 可是我们每一次 用主导文作 解说的祷告的时候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但第一件事就讲 愿你的国降临 你的国降临 那一次突然之间 好像导读到主的话 主就亮了 他不是说你的教会降临 也不是说你的机构降临 你的神学院降临 乃是说你的国降临 我了解了 我以前所做的 常常不是他的国度的事 而是常常是我自己的想法 我自己想要做的事 甚至于在教会的服饰上 我也没有考虑到神的国 我只考虑到 我的教会人数众多 我的教会兴旺 我的教会生命各方面长大 但我并不考虑别的教会如何 那次是我这样当的 也没有考虑到 是为神做 是为自己喜欢做的 对吧 其实以前的时候 也不这样觉得 只是那一次的光 特别的亮 特别的明确 特别的明确 对 后来神很奇妙 就叫我 你不要再待在你的convert zone convert zone就是很舒适 很近 你要回来 回来到哪里 回来到洛杉矶地方 那我回来到洛杉矶的时候 我真不知道往哪里去 好像重新开始 神竟然叫我到神的国度 但我不知道从哪里左手 我就跟主说 那从哪里左手 主很奇妙的 一路的待 故事很多 我大概简单就讲 两个点就好了 我在2017年的时候 代表华人的一些教会 也是很少 很少有这样的机会 因为16年年底 美国的总统特朗普 川普总统他当选 17年的一开始 他有一个救治典礼 我是被邀请的 我记得你那次也邀请我去 我正好在中国 是是是 跟南德那次 那后来到了 那年的大概六月份 好像是六七月吧 那个韩国的大统领 文在寅来到美国 跟川普总统 要见面的会前会 前一天晚上 那我也被邀到 White House去 然后那一次 我跟他们的 教会的领袖 的交通 非常感动 后来我才知道 看起来都是亚洲人 我很高兴 一个月又打招呼 我说你好吗 从哪里来 他们回答都说 Kansan Hamida 全部都散过来 我后来发现 原来那么多亚裔里面 我是唯一讲中文的 是 韩国人跟中国人 这个华人是 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 也是因着这一次的事情 然后也影响了我 日后的一个服势 美国有一个黑人的团体 它是以黑人为主 它叫Kindon of God International 这个机构的话 它一直有一个困扰 什么困扰 他们有黑人 有白人 有西班牙语的 他就是找不到 什么亚洲人 能够跟他们一起配合 然后他们的 领袖Founder 就来到我们的 文旧经营会 文旧Foundation 他就一直来跟我讲说 Dr.Lin 我们很希望 真诚地邀请 加入我们的整个团队 成为我们的 董事事工里面 我说我们 我也不带董事 我也不带 我也没有什么 这方面的能力 还有恩赐 我不知道能帮你什么 这位弟兄讲得很可爱 他说 其实什么都不要帮 只要你出现 我们那个 这个挪亚的三个儿子 陕 韩 亚佛的 各个后代都有了 我说了解了 因为亚裔的都没有人去 我们这个显然 亚裔的 还华裔的 这个教会的弟兄姊妹 比较常 就是都顾到华人的需要 但是那个国度性的需要 却比较少 所以我非常非常喜乐 来到Cross TV Dr.Joseph 那我们其实好多年前 在美国就认识 他们的机构 也有到我们那边去 我们也有去他们的TV 所以这一次是第一次来台湾 对 也是因为刚刚 成立没有多久 而且Cross TV已经做了 这几个月来 做了蛮多的事 而且观众人数 也非常非常的多 我真的很感恩 所以今天我们能够 为主做见证 这是一个很大的祝福 我觉得这是神前选我们 我每一天早上起来 我到楼顶上祷告 我出去那个门口之后 我说主要感谢你 我又活了 我又活了一天 所以我可以又来清净你 可以向你呼求 所以我每天真的很感恩 对 很感恩 所以今天我们有这个十家TV 就是我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 没错 因为实际上我自己在17岁的那一年 我真正的重生 阿们 我跪在地上哭了五个钟头 感谢师 因为我那时候 以前我都是别人欺负我 都是别人对不起我 可是当圣灵进来我的心 光照我的时候 我才知道 原来我是一个罪魁 跟保罗说的一样 然后我以为都是别人欺负我 实际上我里面有自卑 有骄傲 有自私 有诡诈 那一天晚上 17岁的那一天 从12点哭哭哭哭到凌晨五点 所以当我把所有的罪认清楚之后 神给我一个更新的生命 让我有喜乐 有平安 过去很埋怨 很埋怨 但是现在已经不 就是那个时候就不再埋怨了 阿们 感谢赞美主 感谢主 我想我们的故事 林牧师的故事非常精彩 好 我们待会儿 我们休息一会儿 待会儿我们继续 让林牧师说见证 好的 感谢主 不要离开哦 待会儿见 感谢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林牧师您好 您好 真的很高兴 真的 我想真正的 如果说我们要表达一生的这个经历 一个小时实在是不够 不过 我们还是尽可能 可以 就是把最精彩的那一面 我想你也是全世界各地跑 我想会有很多很多的经历跟见证 所以让朋友来听听 你刚刚提到的就是你在洛杉矶 然后你说神要你就是做祂 就是什么都暂停了 就是要做祂的工作 是 神孤独的工作 我很佩服你啊 为了娶太太 这太太也很了不起 是 什么很棒 对 只要全职我才嫁给你 是 是 非常不容易 对 非常 你看 祂都不在乎你有什么 有没有钱都不在乎了 祂反而不太 希望我太有钱 太有钱 有钱会作怪吧 感谢主 不过你感谢主 你看你原本可以赚很多的钱 因为你是做操作手嘛 是 对不对 但是你也放下 就跟孩子在一起 就是做这个陪同孩子 然后现在 因为我知道你最近呢 也是一直在跑 但是除了现在是疫情 也很不容易 你从美国回来也被关锁了14天 也不容易 那我现在原本 我也是世界各地跑的 是 跑了那么多的国家 就这次二月开始 我就没有出国 就是只有在原住民的地方 到山上 所以呢 也很感恩啊 我们能够服侍主 还是真的感恩 相当感恩 所以你现在我说 你还有没有更精 就是有一些精彩的见证 来讲一讲吧 很多的故事 很多的故事 因为你讲的是 服侍中的经理 要分成好几国 没有关系 没关系你就分吧 美国的部分比较简单 我是从西海岸 这个到东海岸 大概整个美国 50周大概 我只有三四周 还没有机会走过 还有三四周 因为没时间去绕 其实基本上 我们都走过了 以后有机会 对 那我讲一下俄罗斯 因为这个美术 都是比较大的 我们的这个电视节目 也到了俄罗斯 对对对 有观众朋友 讲讲那个俄罗斯的故事 比较 弟兄姊妹比较少听过 那我在 我这样子讲了 就讲几个要点 以后如果还有机会 我们再说 我讲一下 弟兄姊妹 大概对俄罗斯的认识 并不熟悉 那我是在海森威教书 海森威 海森威 是最东边 是的 然后一路 经乌苏里 乌苏里江 那隋芬河是在中国境内 乌苏里在俄罗斯 这个光是绕 这个乌苏里江 和这个黑龙郊 那个整个交叉口 大概花了32个小时 那一路上 跟那边的孩子们 传福音 他们整个 整个车上 火车上 直达的火车 只有一个孩子 还是俄罗斯的 这个Jewish 就是犹太人 是可以说 这个一点英文的 其他都不会英文 我 所以我要一句一句 刚刚传福音 然后我唱诗歌 带他们一句一句唱 很有意思 然后呢 后来飞到的 这个西伯利亚 西伯利亚的情况 也是故事非常多 那我直接讲一个 中亚地区 弟兄姊妹 大概有听过 车城共和国 车城共和国 这个最著名的 就是恐怖分子 对 那我记得我那时候 飞到那个城市 叫哈士 那哈士的 这个统工 其实是东北的 朝鲜族 一个金长老 那么金长老来接机 然后带我到 他的家住 才第一个晚上 大概凌晨两点半左右 突然那个 我睡觉的附近 枪声打坐 打起来了 我说发生什么事 那么晚了 点鞭炮吗 就是那个金长老 跑进来说 老师老师 不要担心 不要担心 这个事情常常有 打不到我们的 我说你们 炮弹 什么回事 他说这常常有 这个后来故事讲了 等到我第二年再去的时候 那就不是在外面打了 是真的打倒人 死了三位 就在那一天晚上的服饰 聚会的当中 有三位在 大概隔三条街 那条街上被打死 所以所有的弟兄姊妹 在那个聚会 去到晚上11点 12点都不能回家 只能在那边留着 等到隔一天 然后所有的这个 这个宵禁全部解除 他们才走 非常不容易 然后我到 巴基斯坦的故事 也是非常特别 我觉得稍微等一下 好 弟兄姐妹 你在台湾 你在这块地上 你是不是非常的自由 我们有言论的自由 我们有聚会的自由 礼拜天你随时 要去不去都可以 但是有自由的时候 应该要加紧的 而且要更热心的爱主 因为有一天 当你没有自由的时候 你想去做礼拜 都已经没机会了 所以要感谢 我们在这里生活 所以亲爱的朋友们 当你有自由敬拜神的时候 你就尽量的敬拜吧 当你有时间 这个祷告的时候 你就尽量的祷告吧 阿们 刚刚李牧师讲 你看这个车臣 哇 他真的是经历 这个炮 这个炮声响起 然后也有死 这第二次就死了三个人 我想不止 因为我们看到 ISIS 逼迫基督 那更多 被杀的真的很多很多 是 所以我一直在反省之急 在看 我说主啊 如果那个被杀的 那个人是我 我说如果那些恐怖分子 问我的时候 你要不要信耶稣 你要不要 你要不要离开你的耶稣 来信我们的伊斯兰教 我不知道那个时候 我还有没有信心 是的主 所以当人碰到了困难 碰到了危险的时候 能够持守 那才是真的伟大 阿们 那才是真正的信 相信 所以刚刚 因为李牧师刚讲了 这件事情 所以我就引起我 特别有感动 对特别有感动 希望我们的弟兄姐妹 好好的爱主 好好的呼求神 好好的依靠神 因为圣经说 亲近我 我必亲近你 爱我 我也必爱你 福祉我 我必尊重你 所以我希望 我们在没有逼迫的这个状况下 好好的爱主 而且 现在是疫情的时刻 哇 现在太多人 就是重新 就是开始又在传染 现在印度几万人确诊 然后很多人去世 那现在总共一千多万人确诊 两千多万 好像已经超过两千万 一千两千多万 你看是不是比第二次世界大战 还要更恐怖 所以你看上帝用小小的一个病毒 闹得全世界都不得安宁 我并不是说神是怎么做 因为我们要悔改 没错 对 我们还没有悔改的时候 我们真的会经历 这些我们觉得很恐怖 但是你有悔改了 你在耶稣基督里面了 你就有平安 你就有喜乐 你好不好 趁着这机会 你跟耶稣说 主啊 我愿意打开我的心门 接受你 成为我生命的救助 阿们 耶稣就进入你的心 把真实的平安 喜乐赐给你 必定保护你 不管我们的生命 有多长有多短 我们生命的主权 在耶稣的手中 阿们 刚刚李牧师讲到这个精彩的这个故事 我就想起来 这个就赶快说 是 你的待会儿忘记了 对 好 继续说 牧师 那这样我们从北面 中亚那边往南走 到南亚地区 到南亚的时候 是巴基斯坦 其实巴基斯坦同工 跟我们联络的时间蛮长 超过五六年 邀请我不知道多少次 我都 说实在心里面 就跟非洲一样 都是阿们 但是求主代理 也不太敢 马上去 那有一年 那经过了香港 他们在YouTube上 还是在Facebook上面 发现我 人都到香港 怎么还没来呢 他就 打了电话 直接来了 他就说 哎呀牧师啊 你要来像 这个巴基斯坦 这边好多好多地勇子妹啊 我是巴基斯坦啊 哎呀 主啊 那我 我没有 没有申请那个 护照啊 签证 他说 没问题啊 你这个签证啊 到这个 到这个什么 巴基斯坦的这个大使馆 马上签 就一天就好了 是 我 我其实心里有说 我在美国 已经去世国了 十四天 十四天 确认 然后 那我就想 他既然讲一天嘛 那我就给他一点安慰 我说 弟兄啊 我在亚洲的时间 不是很长 但如果神真的要我去 那他就一定会 在今天就帮我办好 如果没有 那我们就顺从神 好吗 我就这样子讲 那我就 就真的去了 去了时候 我早上去 我就问他说 可以办签证吗 他一看到我 哦可以 我直接第二句话 多快可以办好 他说 哦 今天 我说 真的假的 等到我拿出 我passport的时候 哎呀 主啊 他说 你不是中国人吗 我说 我长得像Chinese 没有错啊 我是Chinese 他说 那你的护照 为什么不是 这个中华人民共和 我说 我不是啊 那他说 你有没有任何护照是 有China这个字 我第一个反应啊 有啦 Republic of China 就是台湾 RRC 对 有China 有China 那我就说 呃 但是那个过期了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用 我就拿出来 他一看 过期了 嗯 但是China是真的 啪 开 过去 神机 神机 最重要的是啊 去看望教会的时候啊 这些弟兄姊妹是这样子啊 第一个人拿着卡冰枪 最后一个人也拿着卡冰枪 我说你们 这个是什么队伍啊 要打仗吗 是 他说 哎呀 Pastor你不知道 这个每一个人长得都跟塔利班一样 我可以看着每一个人都这样 我说也是也是 他说啊 这个你你你你没有保护是不行的 一定要这样保护 然后后来啊 真的 同一个地方我去过 隔一年的这一 呃 隔一年的复活节那一年 就是同一个地方 炸死了72个人 其中二十几位是小孩子 然后剩余的都呃 青少年青壮年 其中的几位是我们当地同工的侄儿 就是这样子 我看到他们是这样的一个生活 哦 有太多太多的故事 是 所以我们在当地哦 就兴起一个负担 让他们呢 帮助他们 哦 如何起来 呃 在这边 告诉弟兄姊妹一些 很特别的这种故事 哦 如果你们的企业 假设要有一些英文很不错的 这个帮手 呃 欢迎跟我联络 是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巴基斯坦的弟兄姊妹 有一个特点 他们是算是少数民族 就是不是Muslim的 少数民族 都算少数民族 比例全国 大概不到百分之二点五 而这些弟兄姊妹有一个特点 因为美国政府发现 他花同样的钱 放在武器装备上 要为跟那个阿富汗啊 什么打仗 塔利班打仗 倒不如花通 就是五块钱放在这个武器上 嗯 效果等同一块钱放在教育上 所以他们就花很多的钱 在那边设教育 要用英文的教学 而且呢 开放所有的软件 开放所有的internet 就让他们所有的人 可以很自由的能够上网 能够跟全世界联系 哇 太好了 我想在这里呼吁 弟兄姊妹 亲爱的朋友们 我想这是一个机会 因为巴基斯坦 确实是一个危险的一个地方 但是如果神呼召你 你祷告 神呼召你 你愿意去 去那里教英文 是不是 是英文 我来解释一下 因为他们的情况比较特别 他们通常一个大学毕业的 大概会四种语言 是 就英文 Hundu Hindi 还有这个Pershian 就是波斯语都会 那他们的这个水平相当不错 因为大学毕业 问题是基督徒的大学毕业生 找不到工作 没有工作的 因为所有是 社会里面的工作 都是Mosling在主导 所以他不愿意给 他们所谓的异教徒 所以就变成基督徒的 这个弟兄姊妹 很难找到工作 我是有一个负担 然后我也教他们 要怎么样做 我们海外有任何的 国际性的一些工作 你只要需要用到英文 那你就跟我们讲 我们这边的都可以 24小时帮你外包 做各种英文的时工 而且费用相当划算 是的 好 如果可以的话 那你好好祷告 是不是神的带领 我想不是就教英文吧 其他的这些 不是 他们可以教英文 他们那边的英文教育 相当不错 是的 那我是说其他的 比如像医疗啊 或是什么东西 那些的话我就很希望 各国来够来帮忙他们 对 那因为他们那个环境 非常脏 环境相当 你去那边 你会感觉跟一两百年以前的 生活是没有变的 是 你没 非常落后 非常落后 我们没踩一步路 对不对 没有一步路 沾不到那个粪便的 是几乎都可以走到 这个就是他们的环境 所以因为是战争的国家吗 所以比较落后 对 非常落后 因为大家有钱的人都跑了嘛 对不对 我跟你们讲一个故事 那个城市很有意思 叫Leho Leho是整个巴基斯坦里面的 大学城 这个就比较特殊了 是 我去过那边访问 然后访问的时候 整个学校 到了这个图书馆 Library 那我说我可不可以去 参观一下Library 那因为Library我就可以看出 他们平常看的书是什么 结果他们里面的那个Library 那个负责馆主啊 是 远远的看到我 他说No 你不能进来 他说你不能进来 后来我的学生很聪明 他说 Oh Our professor Chinese professor 他说Chinese 他说Yes Chinese 然后二话不说 Welcome Chinese is our friend Good friend 我说差别为什么那么大呢 我就问他 他说 Oh I thought you are Japanese 我以为你是日本人 所以他就搞错了 然后我说 Oh 这个有差别吗 他说 中国人才是我们铁杆的 不是 所以你看看那个环境 对我们华人有多么的开放 但是也有一些奇妙的点 我跟那个大学生讲话的时候 我就问问他们 我说 你们想不想留学啊 他们每一个人都想啊 想啊 那我就问 想去哪里啊 每一个人都讲了 讲了一大堆国家 就没有美国 那我就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没有美国 那我说 How about America 你知道他们的反应是什么 America 马上踩了一个桥 所以你看看 这个中美的这个态势 差距太大 可能跟 就是说他们对美国 有一些仇识 仇识 所以当然 就是每一个国家的仇敌是谁 他们都清楚 但是对我们神国度来说 我们不在乎这个 Amen 我们在乎的是怎么样把福音传给他们 没错 我想最重要的 没错 我想 我们真的每一位基督徒 就要赶快传福音为耶稣开来 Amen 我想李牧师走了那么全世界各地 他还有很多的故事要讲 我想再讲一些吧 牧师 再讲一两个特别的例子 我讲一下 非洲吧 你刚刚讲是巴基斯坦吗 我刚才讲的是北 就是中亚跟南亚 然后现在讲一下非洲 这个工作故事是特别有意思 我到非洲的时候 本来是南非的一个 Bishop 然后邀请我过去 算是他们的一个 类似主教的一样 然后邀请我过去的时候 没问清楚 他到底是在哪一个位置上 我想南非嘛 那个当然是在那个最南边 结果同工就把那个票都买好了 原来他在约翰尼斯堡 但是他买到那个 好望角那个附近去 然后我说 那很近啊 我说那你如果有机会的话 可以来接我 结果后来他打电话说 哎呀牧师啊 一千多公里啊 那我说怎么办呢 这回要没辙 那我就跟主祷告 我说主你既然让我来 你一定有你的原因 是的 我从来不担心去哪里 然后就是 耶稣也是这样教导我们 那我就跟主说 主你无论把我带到哪里去 我就在那边好好的连接 当地的这个教会 说一切胜过度的工作 是 很奇妙 就在飞机场出来 我才去租了一辆车 那个车子 因为跟台湾不一样 台湾是美式的 这个开车的位置 跟他们的刚好颠倒 那他们是英式人 结果我后来 一开出来的时候 第一个反应 主就跟我讲 你就到那个附近的那个菜市场 先过去 然后 先买一些这个 这几天要用的东西 食物 然后这样成本就要低很多 我心里面就说 主叫我来这边 那我就去吧 就很奇妙 那个是一个 算是那边的超市 我才走进去 没有多久 远远的就看到 有一个地方 用英文写的 Jesus love you something like that 然后我一看 Jesus love you 哈利路亚 然后我一个走到门口 看到好几本 拜博 好多的圣经 然后里面有一两位 在谈话 我心里面就祷告 说主 这个是不是 你要我来的地方 那我就进去 这么一进去 那故事就很多了 那整个南非的关系 就借着那一位 那一位同工 是当地的一个 圣诞 所以他就 现在我们都 常常联系在一起 很多的服饰 就是从那一个地方开始 然后后来从那边 我们飞到了 这个 这个 乌干达 那乌干达的时候 刚好也是那一年 那一年的话 东非的六个国家 全联在一起 所以那一次 我们到乌干达的时候 到肯尼亚的边界 六个国家的同工 全都聚集 然后一起来听 圣国度的工作 非常喜乐 所以这个 虽然买错票了 但是 记得圣经有一句话 万事 互相效力 教爱神的人 都得益处 是的 我想真的透过 林牧师的这个 见证 真的很精彩 我想还有更精彩的 你看你讲了 不同国家的 这个 所以我觉得你不只是 这个做宣教 你也在教嘛 都教圣经 是的 所以你去过多少的国家 教圣经 十三个国家 但是真正教的话 大概十几个国家 是真正教的 但影响的范围 大概也有几十位 五十几个国家 也不得了了 你看这么年纪轻轻的 就能够跑那么多的国家 而且是为主而跑 为主而做 我想 等我们不知道 疫情什么时候过去 因为你也很有勇气 赶回来了 已经被关锁了十四天了 那你要什么时候回美国 我不知道疫情 我大概年底以前 年底以前 因为这次有好多工作 在这段时间里面 可能也请牧师要保重 因为你也是到处跑 我自己也是到处 到目前 虽然没有出国 但是我也到各个的山上 各山区去 所以感谢主 万事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都得益处 刚刚已经说过了 这是圣经里面的话 所以刚刚祂说 坐错飞机 不是坐错了 把它送错地方了 可是因为这一件事情 祂就在南非 整个地方都有连接到了 阿们 所以要相信 神祂永远不会错的 阿们 只要我们愿意顺服 只要感恩 我想一个感恩的人 祂是凡事谢恩 阿们 凡事都是喜乐的一个人 我想在今天 牧师你稍微讲一下 最后的一分钟 讲一下 目前你现在在做什么 我现在在从事的 是叫做 Kindon of God KOG 国度的施工 那这份施工的话 工作量很大 那主要我们是看见 神的国度 它基本上一个国家 有四样东西 是必须要 都要符合的 第一个是国家人民 第二个是土地 第三个是主权 第四个是治权 那么神的国 在圣经里面 其实也讲到这四方面 所有人是神所造的 那所有土地 神造天地 那我们的主呢 是万主之主 万王之王 那问题是在 第四个部分 叫治权 我想今天不太可能 讲完 那以后如果有机会 再交通 我就是让大家知道 你现在做的 是的 因为做KOG的事情 是神国度的货币 是的 我想以后还有机会 要经济提醒 对 以后还会 我想观众朋友 有兴趣的时候 请你打电话到 十佳TV来 再跟我们的 林牧师联络 我想在今天 非常的高兴 精彩 还没讲完呢 实在 我们都还没讲完 但是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是有受时间的限制 但是在上帝 没有受限制 Amen 请在祷告里面 为林牧师也为我祷告 Amen 也为十佳TV祷告 因为十佳TV 真的需要更多的支持 需要更多的祷告 Amen 我们今天的访问 访谈就到此 非常谢谢你 谢谢 也非常谢谢林牧师 谢谢我牧师 谢谢弟兄 神祝福祢 愿上帝祝福祢平安喜乐 也愿神在祢身上 恩上加恩 利上加力 爱上加爱 乐上加乐 福上加福 Amen 谢谢 Hallelujah 神祝福祢 拜拜 神祝福大家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